我把东西已经收好了 要退房了 今天是坐飞机飞重庆 这两样东西 待会就放到猴哥那里 给大家看一下 叔伯儿这次给我们安排的房间 特别好 大床房 然后这边看一下 还有浴缸 太给力了 只是现在要离开了 我们各自回家 猴哥是坐动车是吧 对高铁 我是坐飞机 对 我还要祖安 我去重庆 然后重庆再回南充 下次见面可能就是年后了 你看情况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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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过个好年 我已经到机场了 猴哥坐高铁出发了 我就坐在这个角落这里 这里方便充电 我是6点钟的飞机 到重庆就晚上9点了 重庆机场如果有车回南充的话 应该到南充就是凌晨了 如果没有车的话 还要等到第二天 再坐高铁回南充 然后今年就不用再出差了 但是明天在家里会收很多快递 因为年前的工作还没做完 8号还有一场在家里的直播 就是年货节直播 9号我们家亲戚结婚 又要去 10号希望能给车上牌 但我们亲戚说 在南方还要办一次 说不定10号还不能去上牌 然后上了牌之后 还要给房车弄一下 就等到纳约20多 可能才能休息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法休息 因为今年我回家了是好几次 但每一次都是一两天 有时候就一天 就匆匆的离开了 我们那些朋友都在预约 过年要好好玩一下 就感觉从现在开始 到年后大年初六吧 应该每天都是安排的满满的 希望年后能早一点出发 但是我也纠结我那个公寓 什么时候装修 如果要装修的话 可能正月还出不了门 除非就找装修公司装修 我爸看着这样子的话 年后就可以早一点出门 真的今年一直奔波在路上了 好在今天回家之后了 年轻就不用再出门了 就不用奔波在路上 虽然说家里面的事也不少 但不用每天就要跑了 我就在这机场待一会儿 现在时间还挺早 才三点多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次杭州 苏果尔专场直播单货的支持 我自己也下单了很多 我就觉得苏果尔这个售扣 还有它的产品特别给力 这么多 空气炸锅 种炒了 还有这鸳鸳锅 还有我要出发旅行自驾游的 这种小的炒锅 蒸煮的可以 还有绞肉机 还有这烧粉壶 69元 太给力了 我感觉我每一次带货 自己都会买很多东西 这一次 品牌方给我们安排的住宿 也是特别好 然后还有绞算机 很多人没抢到 因为没有库存了 确实价格太低了 明天到家了 我就要开始换相机拍摄了 我最近全是用手机拍摄 很多就有点模糊 还是镜像的 我也没有去弄 还有最近的视频都特别的短 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去哪里了 又要干嘛了 今天这个视频也是 只是告诉大家 我跟猴哥各自回家过新年了 年后的计划 年后再说吧 毕竟大家都知道 总是我会因为环境而变来变去的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也不扯远了 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